晉慧帝永平元年即是公元291年3月 假後朱薩陽進開始 到光熙元年即是公元306年4月 東海王司馬月平定成都王詠何姦王庸 由長安迎接晉慧帝返回落陽為止 即是所謂八王之亂期間 前後一共16年 這16年當中尤其是由永康元年 即是公元300年起 趙王倫誅殺假後以後的7年之中 鎮守地方軍事重鎮的中室諸王起兵爭奪洛陽政權 令到河南、河北、關中這些中原核心地區 封煙四起 百姓受戰禍影響而流離失所 不少地方發生民變 朝廷無法控制 當時在冰州的太原、新興、晉陽等郡 即是今日山西省中部、五台山山脈、呂梁山山脈、太岳山山脈 和墳水河谷之間 有幾十萬兇奴人散居 這些兇奴人是東漢初年 由塞外移居漢朝境內的兇奴部落後裔 他們最初散居在北方的代郡、雲中一帶 即是現在山西省和內蒙古交界地帶 但是經過百多年 兇奴人已經逐漸向南 分佈到剛才提及的山西中部 只要向東越過太行山山脈 就是河北的葉城、寒丹 這些兇奴部落 最初仍然保持塞外時期的遊牧生活 但是隨著時間發展 又和漢人集居 所以這些兇奴人也逐漸漢化 有不少人改為務農維生 部落之中的貴族子弟也入學讀書 跟隨有名的餘生、研習、驚史 很多還改用漢人聲名 無論生活習慣和文化程度 和漢人相差不遠 這些兇奴人雖然受中原官吏統治 但是仍然保持若干兇奴人在塞外時代的習俗 例如重視騎馬、射箭之旅 所以一般來說 比較漢人更加勇漢 而且各部落雖然逐漸定居 但是部落遊長仍然是各部領袖 世襲統領本部落 又有善譽是各部落共同的最高領袖 由各部推舉擔任 在三國時代到西進初年 冰州的兇奴人分成五大部 即是左部、右部、南部、北部、中部 俊偉低時代中原大亂 有一天一群兇奴人 聚集在左國城商量一件大事 各位賢王渠奴人 我們兇奴人本來世代居住莫北 但是漢朝以來 我兇奴人 我兇奴人早先 同漢朝約為兄弟 於是移居塞內 替漢人守衛邊境 到今日 已經有二百年 如今漢朝以望 偽進待興 我兇奴善譽 雖然保有名號 但是無尺寸之土 往後渠遂 都要受郡縣官吏若重 與盡人毫無分別 如今司馬氏骨肉傷殘 中原風煙四起 我兇奴興邦復業 今日就是時候了 我們復興兇奴 贊成 好 大家既然贊成 我們應該推舉一位有才能的人 做蟬域 領導兇奴各部 沒錯 我們推舉左賢王你 左賢王你 左賢王你 好 我留孫才能未及留冤 留冤? 留冤他有什麼才能 各位 留冤是前任于夫羅善譽的孫 左賢王劉炮之子 他為人有勇有謀 又熟習漢人典證 待人誠懇 處事業名 以前繼承父親劉炮 就任北伯都衛 因為能夠生命逆法 禁止奸邪 受五步浩傑信服 他出生的時候 看相的人說他的上貌 是大貴人 我認為應該推舉留冤 不過這樣啊 如今留冤在葉城幫成都王作戰 我們怎樣推舉他 怎樣推舉他 不要緊 我可以暗中派人去葉城通知留冤 請他盡快回來左國城 這樣啊 那好吧好吧 我們就等候留冤回來 左賢王 你派人去葉城叫我留冤回來 原來是想推舉我做蟬域 那我也要考慮一下才行 將軍 你何必考慮 這十幾年來 司馬氏骨肉傷殘 令到天下大亂 我兇奴丁莊子弟 亦被抽調當兵 替成都王司馬詠 鎮守葉城 當我們兇奴人奴隸一揚 如今遵朝目度 我們不如起兵 恢復祖先 默毒蟬域 呼汗也蟬域 基業 左賢王說得對 我兇奴人 豈能世代屈居人下 不過 小侄還是恐怕 鎮人人多世眾 對了 左賢王 我們可以號召幾多人嗎 這裡太原河東一帶的暴落 最少有五萬人 最少有五萬人 還有河南二揚的暴落 人數都不少 五萬人 嗯 哈哈哈哈 鎮人雖然有兵數十萬 憑我們五萬兵馬 可以以一黨十 要對付鎮人 簡直是吹夫拉柳 好 何況 我還可以號召 遼東遼西的 烏援鮮卑 作為後援 上天假我留冤之首 滅亡司馬氏 我果然是天命不可惠了 哈哈哈哈 不過我們用什麼名義起兵 又什麼時候起兵才是適當呢 嗯 如今成都王佔據葉城 但是兵州刺史司馬騰 幼州刺史王俊 在葉城北方 他們與成都王不和 又有河間王佔據長安 洛陽與他爭奪 只要我們稍微等候 到葉城有失 我們就可以宣佈起兵 到時我們可以公佈天下 恢復漢朝了 恢復漢朝 嗯 為什麼 中原本來就是漢朝流視的天下 嗯 自從曹丕散漢之後 已經四十多年 中原動亂相繼 所以仍然有不少人懷念漢朝 我兇奴人 曾經與漢朝和親 可以稱得上是流視的外生 所以也都改姓流視 嗯 我們起兵半盡 是為外祖父福仇 哦 哈哈哈哈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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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外祖父福仇啊 哈哈哈哈哈哈 啟稻 Paleom 晋朝的兵州刺史司马腾 派遣大将聂元 领兵来凡 声言移平左国城 惩罚我们匈奴半晋之罪 惩罚我们 司马腾这个容才 有什么能力移平左国城 自从他联合幽州刺史王晋 逼成刀王放弃叶城 投奔洛阳之后 他以为自己真是才智过人 想控制大河以北 他还没试过我们匈奴的利害 刘冲刘耀王来 你们进来 是 大善如有什么吩咐 你们几个马上领兵击退聂元 追命 阿兵 夏二刘冲 已经将聂元击败 司马腾听闻消息 率领兵州二万多活进人 越过太行山 逃往河北 好 你们做得非常之好 司马腾果然是一个容才 司马氏这一帮黄孙公子 正是懂得争权夺利 屈欲伤残 是的 还探听到什么消息 启品阿爹 据刘耀王来他们回报 晋朝的幽州刺史 王俊 连同中原豪杰 推举东海王 司马越为盟主 已经控制洛阳 何奸王 司马庸兵败被杀 如今 晋朝皇帝落在司马越手中 司马越 也是一个容才 没什么大作为 不过 王俊就居心叵策 还有 听闻晋朝派遣刘军 做兵州刺史 代替司马腾 嗯 刘军 哼 这个人都算有点才干 我们不可以轻视 我们不妨进居南方的平洋 蒲板 以及河东 一来可以避开刘军 二来又可以逼近洛阳和长安 方便进取 阿爹的确高见 那立即全令刘耀王 来等人向南方推进 是 匈奴首领刘渊 在晋卫帝永兴元年 即是公元304年 起兵背叛晋朝 以吕梁山山区黎石苑的左国城为根据地 攻略当时兵州城一 到了晋华帝永家二年 刘渊自称皇帝 表示恢復汉朝 所以以汉为国号 当时晋朝已经四分五裂 晋华帝号令根本达不到洛阳城外 而控制洛阳政权的东海王司马越 就领兵助阵许昌 由东海王越的子司马皮首位洛阳 当时各州刺史和都督都各自为政 民间也到处有骚战 在长江上游的益州 一向散居秦岭山区的巴低人 起初由首领齐曼年率领背叛晋朝 占据不少关西郡縣 齐曼年将晋朝将领 即是徐三害的州处杀死 齐曼年后来虽然被晋军俘虜 但部下改为由李特、李留、李鸿 兄弟父子率领攻入益州 晋卫帝永宁元年征月 李特斩益州刺史召阴控制成都 三年之后 李特的子改国号做成 在成都称王 晋朝所派遣的益州刺史罗尚 退守巴郡 即是现在的重庆一带 没多久之后罗尚还病死了 另外在河北企州 当时有一种蝎人暴落 居住在太行山上党一带 向来是以替进人做博役为生 这个时候也乘机聚集叛变 蝎人的首领石勒攻破叶城 城市横行河北魏郡和河南北洋一带 晋怀帝和东海王司马越这帮执政者 对日渐扩大的动乱完全束手无策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 匈奴首领刘渊得以顺利扩展 晋怀帝永家二年七月 即是公元308年 刘渊攻陷平阳 即是今天山西省临份市附近 第二年正月 刘渊由左国城千都平阳 一方面避免和镇守晋阳 即是现在山西太原的 晋朝兵州刺史刘军直接冲突 另一方面又更加逼近长安落阳 同年十月 刘渊派刘冲、黄黎、刘耀等等 围攻落阳 进人死守 刘冲无攻而退 黄黎就领兵焚烧劫略河南各地 永家四年七月 刘渊病死 刘冲杀死兄长太子刘和 自称皇帝 永家四年十月 刘冲命令刘灿、刘耀、黄黎 领兵进攻落阳 而横行河北一带的 揭人首领石勒 也领兵会合 落阳城十分恐慌混乱 避身太尉皇险参见陛下 黄太尉 不用多礼了 怎样怎样 陛下 自从去年十月 匈奴刘冲 法半军说要进攻落阳 各地城入就纷纷失陷 最近东海王又在汉城病死 东海世子司马皮 要送他父亲的官救返回封国 已经率领部属离开洛阳了 蛤? 是呀 城内的公兄大臣和百姓 大部分都跟他一起走 所以啊 所以 有什么事呢? 黄太尉 何必吞吞吞吐呢? 所以微臣都要向陛下辞行 蛤? 你都要走? 是呀 陛下 父知狗欺他们愿意留在这里保护陛下 那微臣告辞 陛下 陛下 匈奴刘要 王妮 他要围攻落阳城 我军已经无法放手 请陛下跟微臣到仓环城战备 到仓环城? 是 我们怎么走啊? 微臣狗欺 已经派遣留回准备了几十只船 在何阴等候 只要陛下假扮白兴暗中出城 就可以安全到达的了 那 那宫中的宝物呢? 是 事到如今 陛下还要宝物做什么呢? 请陛下立即准备逃走吧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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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品陛下 匈奴叛军已经攻破平昌环 如今洛阳城内到处有人劫略 我们不可以出城 那 那怎么办? 浸怎么去仓环城? 不如我们跟着逃犯的百姓 沿着这条铜陀街 走出去城外 希望去得到何阴站备 等候机会 这样啊 好吧 好吧 走啊 走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卫下 救命啊 卫下 卫下 救命啊 卫下 哈哈哈哈 原来逃难的百姓里面 有晋朝的天子在里面 晋天子 你今天落在我刘耀手上 还有什么说话好说呢? 我愿意生生世世 做刘将军的劳博 哈哈哈哈 做我的劳博? 哈哈哈哈 晋天子做我的劳博 好 哈哈 一来 有 押她回返平洋 见大蝎鱼 准命 哈哈哈哈 这个妇人都不错啊 你是谁啊? 契品刘将军 成绩被司马家 黄奋公的皇后杨氏 哦 那就是那个 痴呆天子 晋卫帝的皇后啊 哈哈 这样的美人 嫁给个痴呆的人 真是可惜 你看看我刘耀 和司马家的小子 是否完全不同啊? 刘将军 神舌自幼生长富贵之家 所见的男子 都是指指享乐 如今见到将军 然后才知道 天下间 有真正的大丈夫 哈哈哈哈 好 司马家小子 你是亡国之人 连一妻一子 甚至连自己 都不可以庇佑 怎么及得上 刘将军 你的英雄气概呢? 好好好 你由今天开始 就做我刘耀的夫人 不用再你司马家的小子了 多谢将军 神舌当日在宫中 受尽凌辱 想不到今天 会得到将军错爱 哈哈哈哈 晋华帝永家五年六月 匈奴刘耀 黄黎 领兵攻破晋朝首都洛阳 晋华帝被俘虏 揭人首领石立 亦在陈郡的府縣追截到 东海国誓子司马皮 和跟随司马皮 逃出洛阳的公卿大臣 后人就将这整个过程 称为永家之乱 当时 晋朝军神被俘虏 局势非常混乱 一些勇兵自保的军人 和地方官 纷纷推举一些 司马市忠实皇后 作为号召 例如河南和淮河流域的 军官和地方官 就推举镇守建业的 狼爺王司马瑞做盟主 逃出洛阳的大将军大都督 九熙 巨守仓援城 即是在现在河南省开丰市以北 九熙奉怀帝的子 豫章王司马端做王太子 而司空殉帆等等 就巨守许昌 迎立年方十二岁的 秦皇司马业 没多久之后 殉帆等人兵败逃入关中 得到雍州刺史 假批之辞进入长安 秦皇司马业号称皇太子 到了永家七年征月 被俘虏的 晋怀帝 在平阳被杀 四月 在长安的秦皇司马业 得到消息 于是职位为皇帝 成为后世所称的晋敏帝 改年号做建兴元年 五月 在建业的狼爷王司马瑞 也得到晋怀帝被杀 和敏帝职位的消息 于是受敏帝委任做 左丞相大都督 镇守秦州的南洋王司马堡 也受委任为右丞相大都督 准备抗拒匈奴大军 但是当时匈奴首领 用刘冲的大将刘耀团住蒲反 随时可能进攻长安 揭人首领石立的部属 也都横行河北山东 所以晋朝可以说 岌岌可矮 中华五千年之永家之乱 是由林友荣 陈炳球 曾永强 简慧安 杨丽先 钟伟明 李在堂 盧伟力 莫家驱等联合播演 现在竟已播放完毕